警車將現場團團包圍 封鎖線把民眾隔絕在外 美國路易斯安納州 23號晚間7點半左右 一間戲院內傳出槍響 現場陷入一片混亂 根據了解 當時一名58歲白人男子 走進戲院對其他民眾開槍 隨後開槍輕聲 當時戲院內約有100人 現場民眾倉皇逃離 回想當時的情況仍餘悉猶存 警方初步研判槍手是單獨犯案 並在停車場內 發現疑似槍手的車內 有一個可疑的包裹 至於包裹內有什麼東西 以及槍手的犯案動機 目前都仍在調查當中 美國槍支暴力事件頻傳 可羅拉多州奧羅拉戲院屠殺 即將屆滿三年 現在又發生戲院槍擊慘案 震驚美國社會 連美國總統歐巴馬 日前受訪時也坦承 槍支管制是他任內 最感挫折的議題和領域 記者綜合報導 記者綜合